后面还有一句 富有其宝 互为 耿干之一化苦 种种共产 我们看 花年老的主节 水晶 与我们现在常讲的水晶 是相同的 繁与玻璃 玻璃 这是阴影 又做玻璃 玻璃是现代化学成品 古时候没有玻璃 古时候有水晶 所以 佛经里面讲的玻璃 就是水晶 有紫色 褲色 红色 这个鼻是翠绿色 像飞翠 飞翠那种绿色 秤壁色 四色 流利 诗 繁语 华言 青色宝 一切重宝 一切重宝 皆不能坏 提紧色隐 事紧稀有 顾名为宝 有人说 过去有些大德讲 佛经上讲的这个 流利 就是我们所讲的飞翠 绿色的玉 很名贵 这个价值很高 极乐世界的大地 它不是泥土 它就是流利 流利为地 我们现在说 飞翠稀奇 很少啊 西方极乐世界 整个大地都是 一点都不稀奇了 到极乐世界 这些珍珠玛瑙太多了 没人要 活泼玛瑙 一切世间珍宝 总之切宝 借戒事物 勉强为御 这句话很重要 西方世界 任何一种宝 我们都无法想象 真正是不可思议 我们没见过 换一句话说 也没听过 无论听什么人说的时候 我们都无法体会 这个地方是 释迦牟尼佛 善巧方面 用我们世间珍宝 来做个比喻 十字 极乐一切万物 谢界微妙其力 超运是方 其真是词 着实着素 那一句话说 这句话说 词 词 词